卷妈的礼花筒 短尾吧 你看时时刻刻在吃竹笋 对弄得很好吃 弄得很好吃 谢谢爱莲说的人气票 小星星 跟甘蔗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跟甘蔗味道不一样 就是那种清甜的那种 就是清香那种甜味 浩月太好看了 是的 所以那那那个 外边围的保安都说了 就差点差点肉 差点肉 对很好吃竹笋 嫩一定要吃那种特别嫩的竹笋 就很好吃 特别好吃竹笋 我今天我说尝一尝 我说熊猫这么爱吃竹笋 我说我也尝一下 对他可能不吃了 是有一点脆 有一点点脆 但是最多的还是那种清甜那种口味 不难吃 不难吃 反正是 要不熊猫熊猫爱吃呢 确实你看他就扔掉了 就吃了一口就扔掉了 浩月吃东西太浪费了 太浪费了 不吃了 不吃了回去吃一会儿竹子吧 很好吃的 你们如果想吃竹笋的话可以 但是竹子跟竹叶不要去吃啊 竹子竹叶不要吃吃 那东西咽不下去 这个就是他妹妹啊 这个就是浩月的妹妹 喜悦啊 喜悦是19年的某 19年的某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老叔我加油 喜悦也很好看 是不是 喜悦也很好看 两到三元啊 那挺贵的呀 还是挺贵的 喜悦最漂亮了 喜悦是熊猫院的院花 这只小猫 就是所有的熊猫 小时候脸都是很白的 就是头上的毛都是很白的 然后呢 慢慢长大了 就会发黄 是的是的 他跟他其实像外婆像龙骨多一些 你看那小瓶头就跟龙骨很像 像龙骨多一些 其实他跟他妈妈还是像的少一些 其实跟喜妹像的不多 就是像龙骨像外婆了 特别像外婆了 他的脸呢 就是这种蓬蓬脸 小瓶头嘛 龙骨就是小瓶头啊 他外婆就是小瓶头 我那天专门拿图片对比了一下 跟龙骨真的长得好一样 真的好像 小瓶头喜悦 对 岳阳 岳阳熊猫院的熊猫都养的算不错 每一只都养的不错 就是在狮子大熊猫了 来到岳阳以后 基本上都胖了一圈 你别瞧他 长得好看 他也是有脾气的 他脾气也很大的 喜悦 喜悦的脾气也很大 喜悦的脾气也很大 也是动不动就发了脾气了 也是动不动就发了脾气了 小喜悦 哎呀 喜悦真漂亮 在家发脾气 上次发脾气就把他那个租床 就使劲弄成那租床 然后一次把那租床给弄差不多散架了 他在开心 他其实像喜魅了 其实像喜魅了 喜魅也是有脾气的 2019年的猫 2019年的8月份的 4岁多 他发清期刚刚过去 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发情 所以他瘦了 但这一天呢 好了以后又胖了 又胖回来了 喜悦已经120度公斤了 对 是的 竹笋多的是 现在不缺竹笋 现在哪都不缺竹笋 还要吃点竹叶 别的猫都不爱吃这种竹叶 就他吃 反正他要吃的话 那个奶妈呢 就给他 谢谢0246的人气票 喂的还是不错的 食物也很多 谢谢小女子的人气票 别的熊猫基本上都不吃这种竹叶了 他还得吃 还得吃竹叶 可能就他爱吃 爱吃竹叶也是挺有福气的 其实 对 把他们宠坏了都 就有两天 就是天气特别热嘛 10点多没有收猫 就有人投诉园区了 说是这么热的天不收猫 就投诉了园区了 但是奶妈呢 跟我说 说是现在 现在的季节啊 熊猫容易脱毛 就是还是需要塞一塞太阳的 湖南岳阳 湖南岳阳 这个园区有十只大熊猫啊 谢谢鸭鸭蒙宠乐园的人气票 谢谢胸襟的人 人气票 胸襟的小猩猩 就他爱吃竹叶 别的猫都不吃 小十一爱吃竹叶 呃 大家下午好啊 这只熊猫呢 就是喜妹的第十一个孩子啊 小喜悦啊 喜悦妹妹 喜悦妹妹呢 是2019年的猫 2019年 她也是福宝的小阿姨啊 福宝的小阿姨 呃 没有 没有 我这天天都没有推送 天天都不给推流 因为这是录播嘛 可能就会差一些 谢谢 对点点赞啊 大家能点赞的帮忙点点赞啊 谢谢大家了 辛苦大家了 嘿嘿 其实跟福宝呢 是表亲 她是表爱姨 但是也是阿姨啊 也是小姨妈呀 我点不掉了 我点不掉了 没事 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啊 喜悦呢 其实呃 她的关系 身份呢 就比较复杂 第一个呢 就是喜妹的第十一个孩子 又是阎王浩月的妹妹 又是那个福宝的小阿姨 还有个身份 竹笋 竹笋 她会吃的 一会儿就给 会给她的 每个竹笋 每个 每个熊猫都会 都会有竹笋的 这会儿没到时间也不给她吃 还是要定量 因为竹子是主食嘛 竹子还是主食 你看她爱吃这种小的细的竹子 谢谢 曹姐姐的灯牌 谢谢哈哈的人气票 眼睛很漂亮 对喜妹出品 必输精品 谢谢 哈哈的人气票 喜妹的孩子个个都漂亮